打下次請 好 好 這個 市長現在在日本參訪 那同時就很多首長也跟著去 所以 剛剛請教了蠻多的 但是今天議會代表 希望也能轉達今天開會的 我們現在的結論回去,按照今天的指示去處理 市長率團到日本去參訪 這個代表是日本一直跟台灣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甚至日本現在跟我們的關係是扮演重要的貿易夥伴 今年初日本對台窗口正式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反應台灣跟日本之間的關係朝向正面的方向進行 所以未來雙方的關係會更上一層樓 這次市長率團到日本訪問 這個也代表了台中市積極跟日本各縣市交流 建立合作關係的一個表現 首先在城市交流的方面 台中市本身陸續與日本的青森縣、大縫縣、群馬縣 地結為友好城市 友好城市這個是在日本的名字叫友好城市 我們叫做姊妹市 我們的名字叫姊妹市 並且以三重簽訂的國際交流的備忘航路 三重縣,不是我們台北的三重 三重縣,日本有一個三重縣 其中在觀光推動方面 在中台灣的中山頭苗雲家家 一共有七個縣市的觀光推動協委員會 跟日本中部有12個縣市 這個12縣市他們叫聲龍道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名詞 這個就是龍 就是我們加龍的龍 這個聲龍道 這個12個縣市 就是我們中部的七縣市 跟觀光推動協會 跟日本的12縣市的聲龍道 也簽訂了觀光友好備忘錄 那去年台中首次舉辦 這個國際財務祭 財務祭 我們封街到歌劇院旁邊 兩條路都封街 這個蠻出名的一個表演的財務祭 也邀請了日本的三大表演團體共襄勝局 更重要的是日本將是我們2018年 辦理台中世界發揮博覽博覽會的時候的重要的合作的對象之一 那在國際航線方面 拓展上更增加了台中國際機場 對大分的定期航班 對明古屋的包機 而且今年4月 台中國際機場跟明古屋的中部國際機場 要簽訂了姐妹機場 並將原本兩地的包機 對非升級為定期包機 而在招商跟產業方面 去年3月份的時候 市長率團到日本訪問的時候 曾參訪了山林電機 跟豐田汽車 安川機器人等工廠 考察並爭取相關智慧機械的合作 更成功促成山井不動產 在台中港區投資興建的Outlet Park 預計2018年開始營運 山前這個Outlet Park 聽說他們預計是 投資了50億的 帶了50億來這邊投資 這個Outlet Park應該比林口還大 因此市長這次前往日本 希望能 在以過去的基礎上 進一步推展的產業合作 農產外銷及官方發展 持續帶動經濟貿易 這次參加全球前三大專業的食品展 東京國際食品展 這是市長昨天出去參加這個食品展 對行銷台中農產品跟糕餅 極力的推銷 這個農產品跟糕餅 這是台中的特色 也於新北雲林嘉義縣市台南高雄 及屏東八縣市的首長代表團 聯合為台灣館的開幕宣傳 第二點是 這次市長也要到橫濱的大潛橋 國際客運碼頭參考考察 除可作為市府推動四港合一的參考範例 同時距經橫濱港規劃成功的經驗 另外考察團也要參觀 野金屬UPR等智慧機械相關的企業 積極爭取台中投資的合作的機會 第三更要見證台日貿易商合作備忘錄 拓展台中的文新蘭百合花等花會外銷市場 並行銷2018世界花會博覽會 讓台中豐厚的產業實力被世界看見 第二點是棒球的活動 日本早稻田跟台中台體大的棒球交流 有100年的歷史 這次日本早稻田隊也到台中來比賽 勾起100年前的回憶歷史 在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早稻田校友協助下 促成了本次早稻田的野球隊 跟這100年的交流 跟台體大的交流 另外2019年 東亞青運動會在台中舉行 這也是重要的國際交流跟宣傳的機會 2020奧運要在東京舉行 棒球跟壘球這個項目 重新列入奧運的比賽項目 這也是我們的強項之一 市長特別指出 棒球是台灣跟日本共同愛好的運動項目 更是具體呈現運動家精神的最重要項目 很高興看到台灣電影的Canon 加龍 喚起國人對棒球的美好記憶 期待台灣棒球能在2020東京奧運 拿到這個棒球跟壘球都拿到未好的成績 另外2020這個世界南華會議 我們也在積極的爭取中 關於國際觀光交流的招商的成果 第一個台中國際機場 拓展亞洲流的市場 漫向我們現在 桃園的航空機場 它的capacity 幾乎它的容量 現在是飽和的狀況 所以我們爭取是 廉價航空營運中心 在台中國際市場 爭取為廉價航空營運中心 有初步的一個結果 在今年的1月份 越解航空已經 台中和胡志明市的航空 這個航線已經開拓 那3月底 準備跟台中國際機場 跟胡志明市的澳門 還有胡志明市的曼谷 在4月份都要開啟這樣的航線 期盼吸引更多的東協旅客 到中部來玩 除此之外 管理局也將持續拓展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的市場 開發一層多站的客源 利用香港國際轉機的枢紐 枢紐的功能 跟香港往來新馬航班 眾多的利機 吸引新馬旅客過近香港 再到台中旅遊 甚至將旅遊延伸到澎湖的離島地區 持續瞄準韓國跟中部地區的觀光市場 像現在目前有大邱 韓國的大邱、大田、光州、青州、釜山等區 透過運動、生態、文創、電競等多方面的交流 提升台中國際機場 往環定期包機直航的契機 也正因為我們持續在觀光的宣導 區域聯盟的合作 城市交流的結果 使得去年台中住宿的旅客 約685萬人次 比2015年658萬人次 成長了27萬人 成長比率是4% 其中在台中住宿的外籍旅客 有超過了225萬人次 比去年增加了10萬人 成長率在4.6% 這是六都成長率 我們是最高的一個城市 顯示台中推動觀光的努力 已發揮了具體的成效 另外台灣、越南、平洋 平洋市消防合作的 他們的消防隊已經到了我們台中 昨天正式開訓了 互相切磋 這個是去年12月 市長到越南的平洋省 跟陳青年副主席 見證之下 而簽訂了這樣一個合作的關係 從消防的訓練、防災的訓練 開啟了第一步 這樣的訓練 為期兩週 拉近了台灣跟越南 台中跟越南更進一步的關係 那另外 中央政府在推動的南向政策 我們台中跟胡志明市的簽訂 觀光交流的備忘錄也是一個起點 另外交通慢入了新的時代 三月一號桃園機場 這個捷運、正式通車營運 在台灣來講是第一條捷運 不是都市裡面的捷運 是從國際機場 拉到城市裡面的捷運的世代 過去的捷運的建設是台北市跟高雄市 那這個台灣機場以後 這個捷運不限定是在這兩個市 也從桃園國際機場 拉到新北市、台北市 那同樣我們台中市的捷運的系統 我們也開啟了第一步 我們預計我們的綠線是在2018年會前線試運轉 今年底我們的車子會開到高架橋上來試車 那明年是運轉 那這個2020年就正式的處理刊通過以後 會來營運 那這個 這個除了捷運以外 我們現在大力推展這個捷運的南線 跟台中台鐵的三手線的計畫 那一切的進度都在掌握之中 那水利建設的方面呢 水南、水資源、中心完工 這個全國首創的中水道的系統 建立出來這個社區的中水道系統 所謂中水道就是污水處理以後 再生水再利用 那這個在我們台灣這社區型的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可以用名做地下水庫 就是這個小型水庫 讓我們這樣的一個中水道的系統 這個完成以後 除了水南園區的清脆岩的公園的澆灌以外 現在這個中科的有兩個大廠 這個也在跟我們的水利者接洽 用這個再生水 當成為它的生產的 過程的一個水資源的運用 另外我們也運用了先進的薄膜的生物處理系統 將民生污水回收再生水 通過中水道的系統 除了園區的供水以外 我們園區的濾澆灌都用這個中水道來使用 預計水南這樣的一個水資源中心 它每天可以增加了4萬噸的水量 預計可減少的使用500 用中水道系統 中水道系統就是抽水馬桶走 家庭中的或是公共場所 沖出來使用的水用再生水 每年可以減少520萬噸的自來水使用量 可節省5000萬的自來水費用 不但省水省錢 而且解決污水的問題 更可協助漢災跟漢牢 就是漢牢就是雨量太多的時候 不均的台灣渡過缺水的危機 第二個是鋪子的地方的污水下水道用戶 用戶接管已經完成了 污水管線達到6.3公里 用戶接管率達到5000幅 提升了用戶接管的普及率 以大幅增進鋪子地區的生活秉值 我們常常談到日本或是歐美地區 這個紗窗 紗窗是台灣房子的一個特色 我們常常講到歐美地區 他們的房子沒有紗窗 那就是因為污水下水道的關係 那我們這個污水下水道 如果普及率高的話 就以後殺傷就可以免掉了 另外前市的污水用戶接管 截至目前已超過13萬7千戶 除針對西屯區西區南屯區北屯區 人口密集的地方積極建設以外 更透展至10期11期的重劃區 這個鋪子地區的 地區的用戶接管 拉近了這個城鄉插區 另外台中可說是一座流域貫川的城市 在原台中市區內 有柳川、綠川、漢溪、梅川、麻煙頭溪、超漢溪等 及複子溪等7條流域通過 那這個水利局正積極在做水環境的整治 以後這個水利的城市成形以後 台中市會變成一個很美麗的城市 另外面臨這個環境的劇烈變化 目前水情不佳 就是現在面臨的枯水期 那這個跟各位報告就是 等一下這個水利局有一個專題報告 會後 他報告也請 新華局、建設局、都華局跟環保局、消防局 能提出一個補充 我們現在供應台中民生用水的自來水的兩個水庫 到昨天晚上的我們水庫的這個蓄水量 鋁魚潭水庫是51% 德基水庫是有64% 雖然在安全範圍 但是我們未與籌謀 我們未與籌謀 我禮拜五已經跟消防局長先講了 那我在這邊宣布 從即日起 消防局要管制消防霜的用水 不准再有洗街車跟公園交灌車去用消防水 我們儲備我們的民生用水 我們儲備我們的民生用水 那要洗街車或是交灌 公園的交灌用水 我們的福田跟石缸水支援中心 它處理過後的再生水 可以充分地供給台中市的使用 另外濱海地區 這個海線的地區 我們像南四溪流湧泉 大安區那邊也有湧泉 也可以供應洗街跟澆灌的用水 所以請消防局對消防霜的用水 即日起開始管制 第二點也請水利局 我們整個台中市的區域 有七十二口井佔備用水井 那即日起開始檢查 這個必要 我剛剛講的是未雨綢磨 必要的時候 要開啟的時候 讓市民朋友 這個有充足安全的用水 所以從即日起請消防局跟水利局 就對抗旱 我們也要未雨綢磨來處理 那接著請水利局是專題報告 專案報告 專題名稱為大台中綠水原道亮點計畫 請水利局州局長報告 副市長與會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今天是由水利局來進行這個大台中綠水原道這樣一個亮點計畫的一個專案報告 那我想這個柳川 台中市民應該是很熟悉 那這個 就連這個外地的這個民眾 那也都有聽過 也都很多人都有聽過柳川 那我想這個柳川日夜都有各種的不一樣的風情 那的確也是點亮了這個中區 如果去Google去搜尋這個柳川藍帶水原 那它目前現在大概有百萬筆的一個搜尋 那變成是一個很熱門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我想這個對於中區的一個這個就是說一個再生 它是一個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那這張我是認為是柳川最美的風景 那為什麼 就是說其實柳川旁邊有三個安養院 有三個安養院 那這個以往這個柳川的圍牆是很高 那這個污水沒有處理 那所以這些的老人家 他都沒有地方去 沒有地方去 那現在如果各位在假日或者說平常 在早上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老夫妻啊 就推著這個輪椅 到這個河岸裡面去 就是吹吹風啊 散散步啊 還有孫子推著這個爺爺 那我覺得這是柳川最美的風景之一 好 那這個是春節的時候 那我想這個有人說變成是柳川夜市啦 比那個旁邊的那個中華夜市好像人還要多 那我想就是說 市民也都覺得說這個的確是一個 滿不一樣的一個景點 那也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一個歡迎 那還有很多的小朋友都來這邊 來進行這個戶外的一個教學 那老師在就是帶來這些小朋友 來認識這些水中的一些生物啊 或者是說一些植物啊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戶外教學的一個景點 那另外就是說這旁邊的那個第二市場 那也就是說配合的做一個整理 那從我們這個中山路旁邊一直 柳川旁邊的中山路一直走 就到我們的第二市場 那這個整個一個 就是說這個生意啊 大概都成長了50% 那到底就是柳川 大概有些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說做了哪些的設施啦 那其實就是我們的思考就是以人為本 那從水開始 所以整體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整治的觀念 就是用這種水的捷徑 那水的安全 那另外就是最重要的是要營造這個 人跟生物都可以親近的一個空間 那所以我們用一些比較近自然的工法 來去做一個營造 那當然就是說防洪的安全 這些污水的一個處理 也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左邊這張就是原來柳川的圖 柳川的圖 就是事實上就是一個子母溝 子母溝的一個 按後這個水泥化的一個鋪面 那這個污水也沒有處理 所以整個河岸看起來就很髒亂 那我們希望能夠破除這種水泥化的一個疑慮 所以導入這種LID 低沖極開發的工法 所以要給這些生物 比較有這個適合生長的一個平台 因此就是說我們打造了這樣的一個生態的景觀 所以設置這樣的一個直升過濾帶 以及這個入腎溝及雨水花園 那事實上雨水花園就是說 利用這樣的一個就是用直升的這樣的一個濾帶 那不但可以來減少這個地面上的一個浸流 同時可以來過濾這個非典員的這樣的一個污染物 那同時可以提供給這個地下水源 及這個植物生長的一個設施 所以說是一個就是說 是一個蠻好的這樣的一個生態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工法 那另外就是說柳川其實就是說 原來台灣大道那邊是沒有什麼子栽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一個生態的景觀 是用這個台灣原生種的水柳 所以我們增加了160棵的植物 那其中有40棵是這種台灣原生種的一個水柳 那這個之前那個垂柳 算是中國來的一個外來種 事實上它生長也不是很好 所以說我們把生長比較不好的 把它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然後來改種這個台灣原生種的水柳 那同時再搭配這些的流蘇 台灣濃蘇及光蠟蘇 所以整個一個生態會更加的豐富 那我們希望能夠打造一個 就是說一個綠地的可以 就是說一個綠地 然後這個水跟整個都可以呼吸的一個河川 那我想這個整個一個生態是蠻豐富 那早上的時候這個白鹿獅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那就是早上大概7點多的時候 人還沒有很多的時候 其實這個白鹿獅都在那邊密室 那有些就是說一些朋友就在質疑說 以前有一些夜鹿白鹿獅現在都不見了 因為現在人很多 現在人很多所以這些的鳥 可能要在這個清晨跟晚上的時候 就會飛下來密室 那這邊的雨現在是非常的多 那除了這個柳川之外 在中區我們還有這個綠川 那我想這個過去這個 因為城市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妥協 所以把這個綠川進行這個加蓋 那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消失的這個綠川把它找回來 那當然這個就是說民眾對於這個原來的這個東協廣 或者是說原來的這個綠川它有些空地的一個使用 那現在要把它把它開蓋 那它可能有些的疑慮 那所以我們落實這個公民的一個參與 所以說就是說針對民眾的疑慮 來進行這個培例課程的一個規劃 所以透過這個培例課程 及這個工作坊 民眾訪談 地方說明會等等的一個方式 來得到民眾的一個認同 那我想這個整個一個培例課程 是非常的多元 包含這個這樣的一個水質 用戶接管 河川的一個歷史 甚至比如說像這個東南亞 這種的一個水文化等等 那這個非常的課程非常的多元 那也讓民眾能夠了解這種河川 所謂應該考慮的不同的一個多樣性 那這個整體的一個規劃的策略 我們是用這種水質防洪跟生態來進行規劃 所以也進行這個污水潔流 以及這個雨水引流 以及現地處理跟環境營造等等 這樣的一個工程 那當然這個要做的事情很多 包含是說這個要跟地方做一個溝通 然後這個濾川掀蓋之後的一個空間上 使用後的一個考量 以及古蹟的保存 像這個中山綠角就是一個古蹟 另外沿岸樹木的一個保護公車的改道管線的遷移等等 那這就是我們需要做的很多的一個功課 好 那這個我想這個生態就是要用這種比較低衝擊開發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未來這個濾川當中 除了這個透水鋪面是一定要的 來增加這個入塵的面積 那我們也營造這樣的一個自然的一個濾地 然後用這種的水鋪滿的一個方式 可以來提供這個澆灌系統的使用 然後也再利用這種直升過濾 來減少這種非典員的污染 那也用一些餘所回收的一個設施 那整體而言就是要把這個濾川 來營造一種比較生態的一個方式 好 那大部分的樹木我們都會來做進行保留 那同時我們把也薪植了更多的一個植栽 所以我們大概會多種了一百多棵的一個樹木 那也把這個原來這些河岸的一個橋樑 把它做一個改善 然後營造這種比較自私風格的這種烏橋的一個方式 那綠川在去年的10月23號 那這個就是動工了 那我想這個綠川 這個是匯流的老唐中的一個記憶 唐中的記憶 那在明年的春天 那就會來換上信裝 然後會跟各位一起來見面 好 好 那這個綠川 從大概70年代 從加蓋到現在 這個 大概有30年 那陳峰30年的綠川 這是在成功橋我們開蓋的一個情況 那陳峰了近30年 重建天日 OK 好 那另外一個是很重要的是這個中山綠橋 那其實各位看那個右上角那個中山綠橋 可以看到其實它的通宏斷面是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它其實它那個空間不到一公尺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一個 就是說排水的一個瓶頸段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各位如果想要說這個洪水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斷面很小 所以很有可能把這個中山綠橋給沖毀 那我們實際上是開挖 發現它的基礎只有40公分 只有40公分 所以我們這次為了保護這個中山綠橋 所以我們用這種人工的這樣的一個傳統的工法 這個方式來保存這個基礎 那希望把這個通宏的斷面把它加大 把它加大 那一方面可以來減少這個淹水 那一方面也可以來保護這個歷史的一個古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目前一個施工的一個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你先把水走掉到水來走就對了 這個綠村因為它的施工的腹地是非常的狹小 是非常的狹小 要維持這個人型公車及車輛的統行 所以它事實上這個挑戰性是非常的大 而且是在河道裡面的一個施工 也不能把水拔阻斷 所以這個整個一個工法 很多都要用這種就是用人力 那也因為很多的歷史跟這些的古蹟 所以這個施工的方式是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會克服困難 那期望明年的春天能夠把綠村換新裝 跟各位來一起見面 那除了綠村之外 那我們另外還有這個法子溪 那法子溪我們把它地位是一個台中的一個門戶計畫 那這當然就是說有包含了這些的迎賓廊道 以及這些綠運的一個休閒廊道等等 那希望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冰水的一個空間 然後以及這個營造這樣綠運的一個舒適的一個廊道 那這個法子溪在今年的2月15號正式來動工 那我們目前動工的是在這個迎賓廊道這個部分 是由這個永春東路到這個烏日的高鐵的一個聯絡道這個部分的話 那這個由市府來編列預算來先行來動工 那預計在今年的年底就可以來完成 那另外還有這個葫蘆敦郡 葫蘆敦郡其實從102年就開始來規劃 那依據規劃要先蓋是1.2公里 整體的一個經費它是10億元 但是就是就是葫蘆敦郡是這個豐原的母親之和 但是目前是當作這個停車場來做一個實用 那民眾對於這個加蓋30年的停車場 那現在要把它先蓋 那以後未來的停車空間怎麼樣去處理 其實之前有很大的疑慮 所以即使在102年規劃那麼久 但事實上一直沒有實質上的一個進展 那因此我們在105年的6月開始 就進行了一連串的這樣的一個賠例的一個課程 那透過這個民眾的疑慮 我們來設計這樣的一個解說 以及讓民眾主動來參與的這樣的一個賠例課程 因此這個民眾的疑慮由52%降低到14% 那這個支持現蓋的一個比率 也從那個35%提升到71% 那所以說這個目前應該是說 獲得這樣的一個共識 所以目前設計也已經完成 那我們希望能夠搭配明年這個豐原國小 在限定100週年的這樣的一個紀念 能夠來正式的來就是說來啟用 那這個今年也來爭取了第一次住家預算 希望能夠來盡速來辦理工程的一個發包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 還有這個台中市區 還有另外這個很重要的那個七條河川 市長是把它稱這是水水漆仙女 那也就是說這個整體的一個水漆的一個效應 是非常的一個驚人 所以說我們從西到東 有這個法子溪 這個曹陽溪 麻門頭溪 梅川 柳川 綠川 及漢溪排水等七條 那我們一次要把這個七條河川 一起來做一個改頭換面 那在大康橋的一個漢溪的部分的話 那就是要把這個康橋計畫把它延伸 然後從這個國王橋延伸到這個六順路 那整共有2.5公里 那整個一個工程經費大概是27億元左右 那我想這個整個一個串連現有的那個康橋計畫 對這種結合防洪及景觀的營造 那提供這種民眾休息的空間 那是很值得期待 另外是在綠川的部分的話 那這第一期的計畫是做到這個明泉路 那我們希望能夠搭配這個綠空廊道 把它延伸到這個長春公園 甚至到這個中興大學的綠園道 那這樣子的話整條一個綠川這個水域環境 就可以來整個的完成 那整個一個工程經費大概是 預估是10億元左右 那這個可以說是中區水岸的一個新亮點 那可以結合水跟綠的一個無縫的一個接軌 那另外是柳川的第二期的一個工程 那我想這個柳川的一個 就是民眾一直要求就是能夠 一直往下延伸 那也謝謝民眾對這個我們柳川的 給我們一個支持跟這個期待 那這個第二期工程 是預計到延伸到這個林森路 總共延長了大概700多公尺 那這個整個工程的經費 大概是8.5億元左右 第四個是這個梅川 那我們是預計希望能夠把這個文化的展演的空間 藉由藝術表演及自然的一個景觀 能夠更緊密的結合這個水溪環境 達成議題 很希望這個美好一天就從這裡開始 那第五個是這個麻原投西 那麻原投西的話 我想就是說結合這個曹道柯伯館 進行一個水利串連 一個宜居的一個生活 那這個大概整體的經費大概是4億元左右 再來是這個曹陽溪 那曹陽溪的話 這個從這個馮甲路到這個曹馬山街 曹馬山街 那這個工程經費是2.5億元 那也希望把它營造是一個 河岸是一個很適合 這樣的散佈的一個河岸的一個步道 那再來是這個法子溪 法子溪它是一個台中的一個門戶之河 那除了我們目前在動的這個銀冰廊道之外 那後續的這個綠營廊道 從這個車路巷橋到這個弘陽橋 以及這個永存東路這個熱活廊道局 這個綠營廊道這邊 也希望能夠一起把它做一個改善 當然除了這個河岸之外的話 我們台中很特別就是很多的綠原道 那這些綠原道很多的就是沿著這個河道 來做一個環繞 因此我們也把這個建設局的一個計畫 台中之星把它納入 希望這個綠帶跟這個河岸 能夠來做一個結合 來增加這個公共的設施 能夠提供這個行程 一個很優質的一個散佈的一個空間 那整個這樣的利用這樣的一個七個水系 以及這個綠原道這樣的計畫 那可以把各個不同的一個文化珍珠的景點 把它串成一個項鍊 那因此就是說 這個幾個計畫再加上我們這個水質園 這個計畫總共是87億元左右 那我們這邊提這個 給行政院做一個台中水利園道的一個旗艦計畫 那除了這個城市的一個水治理之外 那除了水利環境 當然這個水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這個訊息已經到了 所以這個水利局這邊已經有做好準備 來迎接 就是說來迎接這樣的一個挑戰 那從事實上在104年之前 那整個台中地區大概有100處的淹水點 那我們在104年跟105年 一共改善了55處的淹水點 比如說像這個靜宜大學旁邊的 塔蘭大道 大甲 民生地下道 那這個太平的一個坪林排水 黃新董 滋紅池 以及這個全溪路 這個胡志的抽水站等等 那這些都是在去年都已經來完成 好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 整個一個水利工程的一個經濟表 那就是說這個每一區 大概都有3到4項的這樣的一個水利工程 所以這個整個從這個表大家來看的話 除了這些的亮點工程 像這個柳川 綠川 死水柯西的白魚 以及這個一些的污水下水道之外的話 其他的水利工程大概有超過100項 超過100項 那我們透過這100多項的這樣的 各區的一個水利建設 來解決我們整個一個市區 我們整個台中市的一個淹水的瓶景點 那另外就是除了硬體的改善之外 這個軟體的一個比如說防災的資訊源 也是非常重要 因此透過這個智慧型手機 可以來下載我們的台中水型的APP 或者是說利用這種桌上型的電腦 可以來進入我們的地理直防災資訊系統 這裡面就有相當多的 比如說像水保局、氣象局、水利署 及這個道路單位的這樣的一個防災資訊平台 那我們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整個一個治理防災資訊系統的話 那我們是以個人化及這個生活化為取向 那加上那另外我們今年有加入這個路況 及這個空氣品質等等的生活資訊 那另外就是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提供這種LBS 就是這種在地化的一個服務 在這個方圓500公尺之內 只要如果有任何這樣的一個水災 或者是說這種淹水、土石流的警戒的話 那它都會來自動的來通知 自動的來通知 那也可以來提供 來這個相關的一個颱風的查詢 在地水情的相關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在1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跟各區公所 來召開這個防汛的一個準備的一個會議 提早做好相關的一個防汛準備的一個工作 那今年也會跟非美在厚里跟北區 進行兩場這種水災防汛的一個使兵演練 以及這個33場次的這樣的一個兵器推演 以及這種土石流的一個演習 那其實這個抽水戰在我們台中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這種大理、霧峰地區 那整個一個大理西的一個水系的抽水戰 在今年1月已經全部完成 包含這個樹王笔的抽水戰 後溪底抽水戰、中興路抽水戰 及車龍笔抽水戰、光明抽水戰、胡志抽水戰 那這些在今年的1月都已經來建設完成 那我們也委託了這個專業的廠商 24小時來持續來進行這個維護管理 那希望在這個遜期如果說真的有好大雨的時候 能夠來發揮功效 那這些沖水戰全部一起啟用 那一分鐘就可以把一個標準用池的水量把它抽完 那除了這個淹水的考驗之外 事實上也有缺水的一個危機 那我想這個因為這個極端氣候的一個影響 那城市的一個水治理 其實像現在的抗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今年的水景其實不是很好 就是說以德基水庫而言的話 最近三個月的降雨量大概只有歷免平均值的三分之二左右 三分之二左右 那剛剛副市長剛剛有提醒就是說 我們台中的水庫提供台工水源大概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苗栗的鯉魚潭水庫 那現在鯉魚潭水庫的一個蓄水 有效蓄水量大概是51% 那德基水庫大概是64% 那所以說這個 雖然還不到這個限水 但是事實上整個一個降雨量 是比大概之前平均的一個降水量 大概只有三分之二 所以還是要來節約用水 那我們也開始提早準備 因此就是說我們調查的各級學校機關 所許的這個水井 那總共有72口 那這72口可以來當作這種備用的一個水井 那萬一以後真的有這個限水的一個措施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這72口的這樣的一個水井 提供6萬1000噸的這樣的一個水量 來工作這個備用的一個水源 另外就是說這個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台中這個就是有很多的這樣的水資源回收中心 那在民眾使用的部分的話 那可以來當作這種景觀 或者是說這種清掃 或者是說這個澆灌的一個使用 那這個整個一個系統 包含我們這個福田水資源中心 以及石岡霸水資中心 那這個每天大概可以提供8萬6千噸的這樣的一個放流水 可以跟民眾免費來做一個使用 那因應這樣的一個極端氣候的影響 因此我們市府這邊也來推這種再生水的計畫 那總個計畫大概達到53億元 只有53億元 那台中市事實上對於這個再生水 這個是非常有這樣推動的利益 第一個是說其實像相關的法源已經訂了 然後這個政策總統也非常支持 那這個相關的這些水資中心 像水水資中心 文山水資源中心 福田水資中心 它距離各個工業區都非常近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些的再生水 提供給工業用水使用 那原來工業用水使用自來水的部分 就可以節省下來 當作我們的民生用水使用 好 那這個福田水資中心 它這個未來在開發完成之後 它應該是全國最大的這樣的一個 再生水 再生水廠 那除了可以提供給台中的台中港工業區使用之外 那另外它也可以提供給彰化的彰兵工業區使用 因為這個管線 事實上距離彰化不是很遠 那可以從這個線系這邊 就可以來提供給彰兵工業區 所以可以真正落實這個中莊頭廟 這個區域的聯合治理 那第二個是水產水資源中心 它距離這個中科 這個距離很近 只有七公里 而且就是很多的科技大廠 它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而且這個水產水資源中心 是用采用這種MBR 所以水質也蠻好的 那這個很適合提供給高科技的一個用水 另外一個是文山水資源中心 那它距離這個台中精密園區 更近只有1.4公里而已 所以我們也預留這樣的一個高級用水的用地 那這相對而言 在這個投入的經費是比較快 而且投入的經費是比較低 而且供水也是很快 那因應這樣的一個限水危機 所以我們從3月開始 那我們也都開放給民眾 或者是說各機關團體 都可以來跟我們的水資中心 來做一個洽詢 那可以來免費提供這個放流水做個使用 那在南區的福田水資中心 我們每天可以提供8萬噸的這樣的放流水 那也希望各機關團體 機關學校或者是說營建工地 有這些要灑水 或者是說這個抑制養成 或者是說這個要加灌的部分的話 都可以來我們的福田水資中心 來取用這個放流水 那節水又省錢 那石鋼8也可以提供這個6000噸的 這個放流水做個使用 好 那台中是屬於一個水的一個城市 那我想就是說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水域環境 營造的一個計畫 以及這樣再生水 一個等等這樣的一個水資源 永續利用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計畫 希望我們能夠營造更美好的 那金花局有沒有補充 金花局有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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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席宇會 金花局先做補充 有關於大台中濾水原道 就是水利局的工程裡面 那金花局這邊配合的政策就是 我所有的市場裡面就做 在中區的市場裡面做了油脂節流器 還有雨霧分離的系統 去年就做了第二市場 第三市場 第五市場 那今年度會預計在做在 三跟五的雨霧分流的部分 那至於抗旱的部分的話 這邊的話就會配合水公司 自來水公司跟經濟部的政策裡面 初步的結論是 3月我們台中市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為了節水之外 以政策面執行的話 大概就會夜間先做夜間的減壓 第二個 才會宣導民眾盡量做節水之外 就是有一些如果真的到抗旱 水量不足的情形下 有些業者的話 比如說像洗車業者 可能就會限時限水再做提供 這樣民生用水才足夠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建設局有沒有補充 主席各位早安 建設局這邊補充 當然除剛剛水利局所提到的台中之心以外 建設局這邊也做 目前在規劃兩個規劃案 第一個是台中市的麻原頭須流域的 整個人本空間的改善計畫 針對整個人行道上會阻礙行人的部分 我們研議希望能夠近寬達到1.5公尺 另外整個沿岸的欄杆 一些危險的欄杆 還有我們希望做整體的植穴帶 植樹帶就是把它增加濾化的面積 然後還有沿岸的橋樑 整個月間 目前也在規劃 希望說逐年來改善 另外一個就是針對整個漢西河岸 即橋樑的景觀美化的改善推動計畫 目前也在規劃當中 針對整個沿岸26座的橋樑 希望針對護欄還有燈光這些去美化 那另外還有整個沿岸的植災的改善 還有另外說一些 等於說漢西整個提頂的部分 有部分腹地是不夠的 或者說它整個自行車道的串連 那這個部分也希望說分年來逐步來改善 那目前這兩個計畫也做在目前在推動當中 以上報告 謝謝 杜花局 主席還有各位 早安大家好 那我想配合剛剛水利局的這個簡報 我們有幾個東西也呼籲我們市民朋友 其實可以一起來努力 第一個是 因為整個河川做完整個綠美化 以及相關的整治以後 那河川兩側 其實大概都是台中市非常好的 優良的這種住商環境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些市民朋友 也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來做相關的整修維護 那我們會透過一些都是更新的 相關的規定來協助他們 那這個我們最近在地方也都做一些輔導 那如果說地區有需要 我們都會來做配合 這是可以 不見得一定是重建 那也可以做一些更新整圍的方式 來把這個配合這個 讓整個都市的環境能夠更美好一點 這是第一個報告 那第二個是 剛剛簡報也提到了 其實在目前的水情的狀況 那有比較 尤其北部南部 其實已經都有些限水的措施出現 那中部目前其實雖然還沒有限水 但是也是比較緊迫一點 那有一個資訊我們 其實在從去年 其實我們就已經啟動了這樣的機制 我們一些工地 在進行地下室施工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抽水的措施 我們要求這些工地都要製作 相關的這個對外可以免費供應 這個抽水的這樣子的一個出水口的系統 所以這些水 我們也要求這些工地都是免費的提供 所以如果說 有一些不適用在飲用水 那是可以做一些澆灌 或是我們的建設局在做一些澆灌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以充分的運用這些地下水 在這個抽取過程中避免就浪費掉 那目前我們把這些 目前還在進行抽水的工地 都有公佈在都發局的網站 那也都會隨時更新 那就馬上 如果有需要的這些 不管是我們的事務的機關 或是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就進去取水 那這些水原則上面都是地下水 那只要不做直接飲用 那再做一些澆灌信用 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以上做補充 謝謝讀化局 這個施工中的抽出地下水 這個資料很好 因為這個是遍佈到全市的各個區域 那建設局的交灌跟洗街車 可以就近就取用 這個是很好 我們前年也實施了一次 效果很好 好 那消防局 主席 各位長官 消防局針對於消防水源 本來原來已經建置一個消防水源 諮訊系統 那這次因為抗汗的一個問題 我們期待相公局針對消防酸的用水 能夠來做一個配合 當然消防局這方面 會來做一個建議跟宣導 那另外在消防水源的部分 除了消防酸以外 事實上我們台中市 也有地下水或游泳池 那剛才讀化局所提到的 我們這個新建工地的這個地下水 我們會拿入我們的資訊系統 當時我們到時候真的水源有不足的時候 工地的這些地下水 還有文山水南福田跟石岡坝 這些這個用水 都可以當成我們後續水源的一個 救援員的一個使用的參考 報告密 謝謝 環保局 主席各位長官早 那環保局這邊針對這一個報告案裡面 我們配合的就是說水質的部分 那優先針對這些都會區裡面 七條河川水域的部分 我們配合水利局的進度 那目前間階段是在今年會把柳川 匣內的15家管制業者 這是社區大樓 跟事業廢水的有13家 這28家我們優先來做一些輔導 跟一些積極的積查 讓這些還是在都會區裡面的這些廢水 它經過我們前處理 或者初步處理之後 能夠符合這些水質標準 那以上說明 好 謝謝 有部分的話 沒有 卡よ 沒有什麼意見 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這些有什麼意見 沒有 沒什麼意見 水域局的報告 大概就是面面俱到 可能要提醒就是說 目前已經開始要進入汛期了 大概公所的相關開口契約 一些委託案還有建設局這邊的話 可能要盯緊公所這些 另外就是當然我們中部地區 缺水的餘率比較少 但是水局也提到就是說 目前在做再生水的 我們可以再加速 利用這個擴大內需的 公共建設的話加速的話 讓我們隨時都保有一些水 所以自然水的使用量或什麼 大概就可以降低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水利局跟各單位的意見 又要治水又要抗旱 這個是要顧慮到水環境 這個生活水水的提高等等 是很辛苦的工作了 不過跟各位報告一個消息就是 行政院在近期要提出 要向立法院提出一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也就是透過特別到立法院 透過訂定特別條例 編列特別預算的方式了 也就是要提振中央 政府要提振經濟的中央的政策 這個內容就是涵蓋了軌道綠能 水環境 數位跟城鄉發展五個面向 剛剛水利局的報告就 就在包括這個面向裡面 所以各單位要大家的群策 行列這個來處理 另一方面 台中市正處於極速蛻變的轉大人 登大廊時期 一座新興直轄市 要真正的提升到國際都市的層次 各項公共建設都必須如火如茶 加速進行 現在這個區域我們就更要把握 因此市長目前已特地親自 北上向行政院提出報告 提出台中的五個亮點的建設計畫 包括大台中的三手線 大台中環線公路網的整合 中台灣會展中心 大台中綠水原道 及中台灣國際創客聚落的計畫等等 這些建設不僅著眼於台中的未來 更有助於中台灣甚至全國整體的 整體性的發展 今天請水利局報告 中台灣水綠原道就是其中的一環 對台中來說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水是都市流動的靈魂 治水是檢驗城市 治理成敗的重要的指標 台中很幸運 是一座有河川流域的城市 市長在就任之初 也就提出要讓台中成為水綠的美好城市 不只是讓市民免於淹水的威脅 更能清淨水 針對水利的專題報告 各位看到的現在柳川的美麗 最辛苦的就是建在施工中的綠川 是最難的 它是因為腹地小 而且有工程 兩邊都是高樓 蠻複雜的 那剛剛講的台中市的門戶就是發子溪 我們如果坐高鐵 南北再跑 台中烏日站的高鐵是 不管直達車或是站站停的列車 都在台中烏日高鐵會停 會停後 停後月台在這邊 當旅客把頭轉出去看到窗外 那個溪就是發子溪 所以市長很重視發子溪的整治 所以這個是門戶計畫 先騎我們就從高鐵 一直到永春東路這一段 我們在整治 那就把環境做出一個台中的意向 這個水利局是 剛剛講包山包海是蠻辛苦的 那關於水域的整治 水利局到現在為止就看出來 剛剛講的 過去淹水地方有100多個點 那我們在這兩年之內 我們已經努力的整治了55個點 最明顯的是洪光科技大學跟靜宜大學 過去所詬病的這個一下雨 媒體朋友的SNG車避到那邊去造台中的黃河 不過這個最近的兩年 我們過去的這兩年 颱風來了下大雨以後 黃河不見了 台中市 這個當然 在山坡上我們做了沉沙池的工作 這個山腳下路旁邊 我們做了潔溜溝的設施 那把水土保持跟治水的要素我們都做了 所以有這樣的成果 過去的大甲的民生地下道 曾經發生過意外的狀況 我們資本治標都做了 所以年代的大甲鎮 它那個下雨以後的淨流量 我們也倒到旁邊的排水溝去了 所以我們整治了水衣的治理 這個水利局是很用心的處理 那柳川呢 現在這個打卡的熱點 好像是晚上的比白天還漂亮 那事實上白天晚上都是漂亮的 但是白天的吸引力 沒有像晚上的夜景那麼漂亮 因為有燈光 那這個過了元宵以後 一部分的燈光已經撤掉了 因為為了植物的增長 只不過它也要晚 夜間也要休息 不能太亮 所以 那因此這個顯現出來 就讓大家的視頻朋友看到的是 一個自然的地景 那希望這個新聞局文化局 這個協助水利局在這方面 再來廣為宣傳 把柳川正美在這個白天也顯現出來 第三點就是 台中市政府現在我們在這個水域的整治的最大不同 就是有一種施工的方法就是 第一衝擊的開發工法 就是LED的這個 第一開發的工法就是 打造會呼吸的生態核川 這個就是我們增加了濾力的面積 下雨以後這個水就滲透到地底下 那等等這樣的施工方法 那把水除下來 如果要澆灌的時候 就這個水庫 水鋪滿的水又出來 可以澆灌 那這個 請新聞局也協助水利局 這種衝擊的開發工法 是在台灣各個都市裡面 我們用的不多 但是我們水利局 我們在有這麼樣的河川 我們就盡量再使用 那這樣的話 這個 多加於宣討 我們用的生態工法 讓環保人士 及市民朋友來認同 另外水利局也做了一個 整個水溫的調查 我們發現大渡山以溪 第一 我們蕴藏著我們台灣的寶貝 這個有浮流水 不必經過抽水 它自己由它的地下水 所以冒到地面上浮流水 現在 我也跟水利局 在規劃了一個地面水庫 B棠的設施 那先初期的就是看南四溪的整治 他把水除下來 在南四溪 就是海線的部分 南四溪 增加一個亮點 一個景點 就是可以讓市民朋友 有一個清水活動的地方 這個南四溪 它的來源就是浮流水 那這個市長也去看過了 這個 依據明年可以完成 那這個市區裡面的柳川 跟南四溪的海線 這個南四溪可以互相呼應 這個也就是說 海線的朋友 不必大老遠跑到市區 來觀賞這個水景 等等 那另外 法則西剛剛也講了 這是迎賓之河 今年已經編了5500萬 那我們配合了第三核酸局 我們再做整治 那另外 因為法則西的腹地大 那這個也請管理局 這個自行車道 這個跟建設局 這個共同來開發 在河濱有一個健康的自行車道 來讓市民朋友 來做一個休息的地方 那水質的改善的部分 那個環保局剛剛也提過了 他們會協助 那李副民事長也在督導水利局 台中市清溪 台中市的清溪計畫 就是水質改善的 執行的子計畫 李副民事長現在也在督導 那這個要請 清華局、教育局跟交通局 這個共同來協助 共同來促成這樣的一個計畫的完成 這個清溪計畫 包括了衛生局 還有這個民政局 這個區公所 來共同來執行 防止 這個河川的汙染的防治的工作 這個為什麼會跟衛生局有相關呢 這個我們李副長還沒來之前 那徐副長我曾經跟他講 他去瞭解這些 就是有清水的活動 水質就要檢驗 我們希望達到安全 所以我們是做了這個檢查 認為安全的 我們才看對外宣布清水的活動 這個讓李副長知道一下 那另外水資源中心 這個就是過去的叫做污水處理場 現在緬化的名字叫做水資源中心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新政府提出來 循環經濟的一環 本來是污水 它放流以後 它就出去了以後 就放流到承受水體就流走了 我們現在把它再生水再利用 像福田的跟中科的幾個廠 有所接觸 福田是到台中港工業區 那這個水南的是中科 等等這個是 這個就是 本來它是要放流出去的水源 結果把它回收以後 再利用這個就是所謂的 循環經濟的一個做法 另外其他幾個水利局 這個其他幾個 我們有幾個水資源中心 我們都盡力把它 把它完成這個再利用的計畫 繼續推動 另外最重要的是污水下水道 水處理中心的水源 就是污水下水道 手舉的污水 污水下水道 在都市的治理 是它在施工的時候 跟完成以後 人家是看不見的 都埋在地底下 並不是 不像建設局 開一條馬路 做一座橋 人家看到這個是 政績路平 也看得到 污水下水道 就在地底下看不到 但是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這個 在施工的時候 污水下水道施工的時候 請水利局 跟水公司多多注意一下 不要再像上一次的 我們到現在 跟水公司的帳還在打 這個就是施工的時候 關於圖資的部分 還好監設局現在也 也下手這個地下管線的平台 這個 經發局 這個 都共同在處理這樣的平台 希望以後 地下管線的資料更完善 我們不要用施工的時候 發生意外 變成停水缺水的狀況 這個對市民的生活 是有所影響的 那防汛 防洪跟抗岸這個 這個 就像 霧峰車龍埔抽水站 已在1月份完成 這個完成以後 大理這邊 理論上 就 以後也不怕淹水了 因為我們這邊 抽水站做好以後 提防 就以後排水溝 到了這個 提防邊這邊 有抽水站 就會打出去 不會淹水 那 水利局要加長 抽水站的這個 維修維護的工作 跟 防汛的資材的整備 另外 海水道 這個 的 消水道部分 是水利局要清淤 那這個 馬路邊的 這個 測溝的清潔 就是 環保局 跟那個建設局 這個 測溝的清淤 這樣的 才能自本自標 共同來發揮整體的一個 效果 這個 還繼續保持這個 我們台中市 這個 改善 防洪淹水的狀況 那 剛剛也 也 在前面講到這個 最近 整個 台灣的水情 拉警報 那 雖然我們還在安全的範圍之內 但是 未以籌謀 剛剛各單位也提出了幾個 措施 那 這個 盡量 宣導解約用水 不過 水利局那個 72口的備用水井 還是要 預為準備 那 都發局這個 抽地下水的 這個 這個水讓 這個洗街車 跟 交灌的 監測局的所需要的 水源不會 匱乏 那個 請消防局的 管制 這個嚴格的管制 我們的消防酸的用水 好 謝謝各位